很多话有讲养花发现养花叶片胶尖或者有斑点之后 直接就给它剪掉 但是剪了之后很快你又会发现 胶尖这一部分又会继续出现胶尖 而且斑点也没法控制 那么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 也是要把胶尖的部分给它剪掉 然后呢给它喷洒这种 好清闲本甲笔作纸产出型的杀菌药 那么这种杀菌药呢 我们使用起来非常简单方便 只需要取一粒 然后兑上五百合成的清水 修剪到斑点胶尖之后 马上给它喷洒叶片 喷洒的时候呢 喷洒整颗植株 包括叶片的背面 还有土壤的表面 连续使用三次 七天给它喷一次 这样的话叶片胶尖才会得到很好的控制 不然多剪几次 养花的叶片就没有了 当然了 如果是出现烂根 那么我们还是要给它做根部的处理 也就是用上这种土壤杀菌剂二美林 不然的话 续菌病菌还会继续在土里面 继续的生长 继续的繁衍 所以根部出现腐烂的话 要加上这种二美林土壤杀菌剂 这样才能控制住 所以大家处理兰花叶片胶尖斑点 一定要把握好方法 才能做到根除的效果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